8月份 樊女士在网上下单了一个水晶唇项目 花了910亿元 她说 这相当于给嘴唇着色 樊女士介绍 这家机构叫基玉美孚中心 在杭州萧山万象会必坐鞋子楼里 给我设计了唇型 然后就合销 合销了之后她就跟我说 你这个唇色太深了 她说你改个五层套餐吧 说要加个2980 我说我不愿意 不愿意之后她就给我用刹的麻药 我就一直忍着就哭 我就哭哭了 然后那个时代不行了 然后就到一点多 她又叫他们店长进来 她说这个是很正常的 实际上我一定要加这个套餐 不然就是你就要忍着嘛 然后我实在没办法 那我911的套餐 我已经合销了 那我进队两难了 樊女士说 后来她又付了1669元 交完钱后 工作人员给她用的蛋白粉 也就是她之前提到的麻药 跟第一次用的完全不一样 第一次的时候 我是嘴巴还有知觉的情况下 第二次她换了个蛋白粉给我 我就完全没有知觉 然后就换了个说是手工针 给我机器做的 那个给你做唇型的那个工作人员 跟后面给你做那个唇的工作人员 是同一个吗 是同一个 那她在给你定制唇型的时候 没有肯定也看到你的嘴巴了吗 对 没有跟你说比如说嘴巴很污啊 或者怎么样 没有 前面老师都会跟你介绍一下 像你这种我定乌唇的时候是说 我一直在确认拿图片给你们说 你们说可以做 就是这个价格 没有另外的消费 你们说可以做成图片的效果 后来我就做了 合销了之后 你们就告诉我说不可以 要改乌唇 就算给你定点了 那也不是说给你上色 只是把刚刚设计的形状给你定出来 因为防止一会儿做出去 明白吗 这个时候老师全面都会 没上色之前都会跟他讲 你这个唇是会污 其实你的话项目是没变 他只不过多做了一个改乌 那么凡女士所描述的 升级套餐前后感受明显不同 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不用买 要是蛋白乳 咱们说的蛋白乳 蛋白修复 缓解疼痛的 对 第一次的蛋白乳 就是跟第二次明显不一样 他就是有这个套路 那两次的蛋白乳一样吗 一样子的呀 那他为什么会说 修复都是一样子 前后有区别感觉做的时候 一次疼一次不疼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工艺它会有点差别的 有仪器的 有手工的 是不一样的 凡女士告诉记者 对于项目做完以后的效果 她也不太满意 做出来感觉没有 没有多大的效果 就是就算有一点点改善 但是也不是我预期的效果 我是想全而退的 半永久项目 后面都要补色的 你补完色才能出来 最后效果 而且有的人 他留色度不一样 有的人留色度不好 那后面还要再补一次 那都补完之后 可以像他说的 做成照片上的那种 对啊 都不完 因为你第一次的 留色都不好的 你这个后面 你过来补色 给你调整 调整完之后 你不满意 我会帮你申请的 因为毕竟你这还没做完 我就是不愿意了 对这个效果真的是 很失望很失望 现场孙店长提出 要跟客户私下聊一聊 记者注意到 凡女士的网络订单里 商家名称是 美里木坚 实际做项目的门店 招牌上却是机遇 广告它是全国打的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但它有的时候 就是客户离哪个店近 它就会分配到那里 这是我们之前合作的门店 但现在我们店已经下架了 没有再合作了 什么时候下架的呢 9月份的时候 9月份的时候啊 是的 我们是打的广告 但是店名的话 跟那广告的名字不一样 广告上面的那个电话 我也打过了今天 然后他说是 9月份的时候 你们已经解除了合作 哦 这样子啊 那我不太清楚 凡女士后来反馈 双方已经协商一致 她签了一份退款协议 其中决定 退款金额是1290元 后期不再来二次修补 不再继续投诉 如果继续投诉 退款金额全部返还门店 有报黄剑记者报道 别忘了 除了 如果继续投诉 这些讨论 作词 注文 词 里面 词 词